這個地方直徑 奇俗 這個一倍兩倍 它是它的兩倍 那怎麼畫兩倍呢 它一半 跟這邊 那你想說 是不是這樣可以畫一個正方形 然後兩邊 可是這樣其實很難畫 你們可以去想一想看 其實方法蠻多的 怎麼畫出來 不過像這種畫法 其實只要知道一個指令就好了 這部分的話 首先我教 這邊有個所謂的建構線 這個建構線的話 它是 這邊有個解釋 無線的一個線 可以用於建立什麼 建構線和參考線 那其實就是一個參考線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先畫一個圓 它的直徑 DEnter DEnter 好了之後的話 接下來用建構線 抓到中心點 那我們要剛好什麼2比1 對不對 記得一個指令叫 X X 第一個 2 2是X Y是1 那你就怎麼樣 2 2點 1 Enter 就會剛好 跳開 特別注意到剛剛講的 抓中心點對不對 再來在哪裡呢 它的角度是X 2 2 2 1 這個2的話是X 是X的 X是兩倍 的話 2 比1 這個是Y Y的話是高度 如果是2比1的話 請你這樣子 如果3比1 叫3E 1 E一直類對 所以這個四類是一個公式 用建構線就可以完成 畫完之後的話 再用一個 矩形 從這一點 焦點到這一點 焦點 我們把這條線呢 就可以刪除了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這邊可以標註 先標註 這個直徑 這個直徑 這個直徑是7數 沒錯 7數 再來的話 這個標註 標註線性 從這一點 到這一點 33.57 按右鍵 重複標註 這邊到 這邊 33 33.57 標註特別注意 標註的時候 一樣 有沒有 很容易抓到這邊 應該抓哪裡呢 這邊 這個 比如說我碰到它 這應該是 端點 到下一個端點 請你放大來看 是這個的 端點 端點 有沒有 這樣才正確 60 67.08 沒錯 因為它兩倍 60 近一位 67.08 這樣應該就沒有錯 這個 這個 可是問題標出來 如果說奇怪 是H 2H 對不對 那怎麼改呢 其實非常簡單 按一個指令 這個要按指令 EDIT 就EDIT 就EDIT的縮寫 EDIT就是 編輯嘛 對不對 你就打ED 就好了 或者你打ED 也可以 Enter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這個 點一下有沒有 按確定 這個不要理它 直接輸入 2H 再一次 EDIT 點它一下 確定 打一個大型 H 把後面 delete掉 確定 有沒有 H 2H 那這邊呢 是一個什麼呢 直徑的符號怎麼辦 EDIT Enter 點它一下 這邊 其實已經是一個 那如果沒有出現的話 在哪邊 這個把它判掉 對不對 這邊 有沒有一個 一個一個這個 符號對不對 找到有一個符號 叫什麼呢 直徑 好 如果你直徑沒出來的話 直接在EDIT的這個地方 找到直徑 它出來的話 就會是直徑的符號 然後後面 7 確定 就是 直徑7 OK 好這裡的話呢 試試看